小朋友背对着瑜伽球 运用双脚慢慢向前走 同时屁股不能坐在球上 也不能运用双手辅助 虽然几个动作看似简单 但对于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说 必须用尽全身力气来完成 躺下去 对 他要用腰部的力气去顶那个球 对 会比较难一点 接着在走进另一间教室 这里正在进行肢体延展训练 台东一间健身房业者 三号下午来了一群特别的顾客 三十多位台东县智障者家长协会 陪力工作方的身心障碍朋友 在社工督导的陪同下 一起走进健身房 并透过专业教练的课程安排 让伸障者也能享受运动的乐趣 跑步机 骑张踩张车 补顶身 就喜欢这边的环境 认识很多朋友 身心障碍的朋友 可能要接触运动 要接触 这种运动器材的部分是比较少 所以我们想说 我们提供这样的环境 让身心障碍的朋友 可以来共鸣参业 业者提到 身障者要独自来到健身房运动 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本着回馈地方的心 未来将会固定规划一个时段 免费让身障朋友来运动 同时教练也建议身障者家属 平时在家多带着他们活动四肢 促进大脑跟肌肉的连结 如果说你空间足够的话 你可以让他做很多躺姿的 很多趴姿 在球上面练习去做平衡 去控制他的身体 身心障碍者他们体能退化的比较快 那我们也希望说 他们可以稳定的运动 来减缓他们的退化 社工表示 由于台东没有专门为 身障者设计的运动中心 平时只能借由基本运力活动 维持四肢协调 如今健身房业者 允诺免费支持 也为现代的身障者朋友 提供了一处友善的运动空间 也是新闻 资本台东是采访报道